好,这个寒流发威呢,再加上华南雨区的影响,周三之前全台是又湿又冷,22号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,虽然冷空气减弱,气温稍稍回升,不过整体仍是湿冷,一直要到周四降雨才会趋缓,那么计划安排228年假的出游民众记得要把握周末的好天气了。 根据中央气象区资料显示,受寒流影响,全台低温有感,周一至周三全台有雨,又湿又冷,周二寒流减弱,但水机多感受湿冷,23日周三又有封面及另一波大陆冷气团南下,雨势增大,气温又再度下滑,而周四前沿海风浪强大,海边活动作业注意安全。 那从22、23、24,这一个寒流基本上它就已经开始变成大陆强烈冷气团,所以影响我们的温度大概就没那么低了,我们可以看到高温就稍微有点回升,但是上下起步还是蛮大的一个情形,然后整个要好天气,比较好的天气,大概要到25号以后,整个高压出寒,我们可以看到在25号天气还是比较不稳,因为我们还在迎风面上,然后整个吹的是比较偏东风的情形,所以在花莲还是会下到一下雨。 但是到26、27,我们可以看到在白天的时候,我们稍微在某些地方可以看到透光,我们花莲的天气大概就已经不是那么潮湿阴雨的,只是在局部地方有一些短暂雨,所以从26、27我们的温度开始就会上升,到27号温度上升,白天温度上升大概还蛮舒适的,24度,然后早晚温度也蛮高的,就到17、18度,26、27、28三天年假,天气温度上升,大概还蛮舒适的,24度,然后早晚温度也蛮高的,就到17、18度,26、27、28三天年假,天气温度上升,大概还蛮舒适的,24度,然后早晚温度也蛮高的,就到17、18度 天气看起来还不错 周四封面远离,降雨趋缓,周五气温明显回升,228年假,周末预计各地都将是晴朗稳定的天气,提醒民众,寒流西台因为天冷引发的急症救护案件增加,尤其日夜温差大,落假中有心血管疾病患者或年迈长车等,适时做好保暖,留意身体健康 记者蒋邦彦华临时报导